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循环发动机 组合循环发动机 暴震发动机 不可否认 在现有的几大类航空发动机 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 但在新概念发动机方面 中国却大有全面赶超美国之势 比如暴震发动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暴震发动机是基于暴震燃烧原理的新型动力装置 利用脉冲连续旋转暴震波产生的高温 高压燃气来产生推力的新概念发动机 暴震发动机又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 分为脉冲暴震发动机 旋转暴震发动机和斜暴震发动机 PDE每次起爆都需要点火 而RDE只需要一次起爆即可 相比PDE RDE的重量更轻 使用燃料更少 却能产生更大的推力 推重比可达20 PDE和RDE适合 MA5-6的准高超音速飞行 而ODE可以达到 MA6-17的更高速度 因此中美两国在 暴震发动机领域的研究 逐渐转向RDE和ODE 连续旋转暴震发动机 可作为商业航天 无火箭动力 高速无人机动力 燃气轮机动力 应用于各类火箭和导弹 临近空间飞行器 军用飞机无人机等领域 连续旋转暴震发动机 在商业应用上 具有极高的价格竞争优势 相较其他类型 同等推力产品 可降低一半以上成本 具有极大的军事和商业应用价值 协暴震发动机 则可应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上 今后甚至可以基于这种发动机 研制出新概念高超音速客机 两小时全球到达 应用在导弹上 则将成为拦截难度非常大的 高超音速武器 一旦RDE技术发展成熟以后 这种发动机 还可以与涡扇发动机结合 成为继变循环发动机之后的 下一代航空发动机 也成为第七代航空发动机 又成为自增压发动机 而ODE技术成熟之后 则可以成为两级组合 空天飞机的一级动力 因此 暴震发动机是一类技术前景 十分广阔的未来航空动力 那么相比涡扇发动机 暴震发动机都有哪些优势呢 一 效率高 暴震发动机可以看成定压力燃烧 而涡扇发动机都是定容燃烧 由于暴震波的传播速度极快 达到每秒几千米 因此暴震发动机整个燃烧过程 接近定压燃烧 由于定压燃烧的热循环 效率大大高于定容燃烧 达到49% 而定容燃烧率仅为27% 因此暴震发动机相比 涡扇发动机还具有热效率更高的优势 二 推重比高 与传统发动机相比 暴震发动机省去了压气机 涡轮机等部件 具有结构简单 推重比高 成本低廉等特点 据估计 脉冲暴震发动机的推重比 可达20 并且未来 还有可能继续提升 而现有最先进 涡扇发动机的推重比 仅12至13 三 飞行包线更宽 最高可达17马赫 研究表明 涡扇发动机最高 只能支持飞行器 在0至3马赫速度区间内飞行 即便是涡轮冲压发动机 也只能在 0至5马赫速度区间内飞行 然而暴震发动机不仅能够0速度启动 而且最高飞行速度可达5马赫以上 其中 斜暴轰发动机最高飞行速度 甚至可以达到17马赫 在暴震发动机领域 中美两国成果最多 技术水平最高 通过对比中美在暴震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发展 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在暴震领域的技术水平 为避免误会 小编在此声明以下消息均来自于国内外媒体公开报道 一 美国暴震发动机研究进展 2008年1月31日 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领导研究的PDE 在莫哈维吉场进行了首次试飞验证 由经过改装 代号为Long EZ的小型飞机 采用传统的涡扇发动机进行起飞与降落 飞行期间切换4管PDE工作了10秒 飞行高度约为30米产生高于890牛的推力 这次飞行试验对PDE工程化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证明了PDE作为动力装置的潜力 2010年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设计制造了一种 大尺寸单管旋转阀的脉冲暴震发动机 暴震管直径为10厘米 采用预蒸发的煤油做燃料 空气做氧化剂 并进行了地面验证实验 初次的循环试验获得了大约980牛的峰值推力 火焰传播速度在1288至1530米每秒 达到了亚CG暴震波速 2020年5月 美国中央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跟空军研究实验室的旋转暴震火箭发动机项目的合作团队 声称已经建立并测试了一个工作实验室模型 据悉该模型是一个三英寸的铜试验台 使用氢和氧的混合物作为燃料 测试中产生了200磅的推力 该研究小组负责人声称 美国空军的目标是在2025年进行一次火箭发射飞行试验 2021年5月17日 美国中央佛罗里达大学的工程师们 一直在开发一种斜暴震发动机 该发动机利用了持续的被约束的爆炸原始动力 现在他们已经成功的启动了该发动机 并首次在发动机内捕获并稳定了固定的持续暴震 将其强大的暴震转化为推力 并成功运行三秒 二中国研究暴震发动机研究进展 2002年西北工业大学在国内率先完成了 两项脉冲暴震燃烧原理性试验 而后突破了高频工作关键技术 最高单管两项暴震频率高达140赫兹 采用气态燃料时 单管最高频率已达200赫兹 进行了由涡轮增压器和脉冲暴震燃烧室 组成的混合式PDE以及六管并联PDE研究 研究了起爆方式 浸气方式 尾喷管形式 引射器等对性能的影响 突破了诸多关键技术 并掌握了相关设计方法和对性能的影响规律 基于多年积累 西北工业大学研制了国内首台PDRE地面掩饰验证样机 并成功进行了多次地面滑跑试验 2017年3月6日 第21届国际航天飞机和高超音速系统与技术大会在厦门举行 中国江宗林团队直接展示了660毫米直径的连续旋转爆轰发动机试验性样机 2019年3月 民营企业重庆推重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在重庆大学的帮助下 完成首台多管并联脉冲爆震发动机点火试车 2020年12月11日 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体动力实验室的江宗林团队 在航空学报上发表文章 宣布已经在M9风洞里进行氢染料的鞋爆震发动机的成功测试 鞋击波在理论上可以达到MA16以上 2021年12月 媒体报道称重庆推重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的HEM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 已经完成数十次热试车考核 实测技术指标基本达到试验设计要求 为推重比公司后续研制基于爆震推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奠定了阶段基础 2022年5月1日 清航空天清航一号旋转爆震冲压发动机飞行试验评审会圆满召开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 清航一号旋转爆震冲压发动机圆满完成预定科学试验任务 达到试验目的 这是国际范围内旋转爆震冲压发动机首次飞行试验 2022年7月30日 重庆推重比动力科九线公司研制的HEM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成功完成百米轨道滑跑试验 最大滑跑距离达到100米 报道称该发动机的设计推力为100牛 调节范围为40%至50% 累计工作次数超过30次 累计工作时间约300秒 试验考核均已达标 计划两年后推出产品 今年3月21日 由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爆震推进与空天飞行技术研究中心 参与研制的1000牛 煤油燃料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 成功完成首次点火试车 据悉这也是国内首台1000牛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 由于中国在新概念发动机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完全公开 上述消息也仅是公开的消息 所以小编猜测 中国在爆震发动机领域的实际成果只会更多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在旋转爆震发动机和斜爆震发动机领域 均已经领先于美国同行 当然中国领先的幅度并不大 仍需再接再厉 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 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的研制团队将凭借更完整的工业体系 更高的工作强度赢得爆震发动机研制竞赛 全面领先美国同行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中国现阶段最需要赶超美国的是哪个领域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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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转发